我感觉很糟糕 几天前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东西 原本呢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今天东西到了 但是呢没成想到 雷蛇也给了我一个惊喜 昨天晚上大概凌晨2点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已经特别累了想睡觉 结果呢在用电脑的时候 升级我电脑的BIOS 用雷蛇的官方工具呢 从它的官方网站下载之后 点击升级 升级画面上面提示说 不要动你的鼠标 你也动不了 因为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禁止你动鼠标键盘 我说等啊 突然间电脑蓝屏了 蓝屏之后 开不了机了 彻底开不了机了 键盘灯亮 但是完全开不了机 就它的屏幕 屏幕啊屏幕啊 这电脑呢也就这样 然后呢 今天第二天早上醒来 九点钟 一上班呢 我就跟雷蛇的客服人员 就聊这个事儿 它呢 倒是态度特别的好 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种方法 但是用它的方法呢 完全不起作用 也就是说 现在呢 用雷蛇官方的工具 把我的电脑给整坏了 弄得我现在的计划 完全没有办法实施 然后 它给我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是 因为我的电脑已经过了饱了 所以它说 可以给我减免20%的费用 维修费 让我寄回去 我比较担心我的数据 所以我想 明天要不要试着我自己修一下 所以呢 我在网上买一套工具 明天把它拆开自己修一下 如果修得好给大家看 如果修不好就没有办法了 后来呢 我跟雷蛇说 我要把这个事儿在网上说一说 结果呢 过了五六分钟 雷蛇客服给我打电话过来 他说 我跟我们主管部门说了 您的电脑呢 我们可以给您免费维修 但是时间不等人 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在这里依旧要告诉大家 本来要给大家的清洗 这也是我有的时候为了视频 或者说为了一些内容 想投资一点东西 或者想付出一点东西 那就是在我手中 我买了一块显卡是RTX2080Ti 这是NVIDIA几乎第二好的游戏显卡 第一好的是RTX 但是真正意义上表现最好的 其实就是它 但是呢 我电脑坏了 我没有办法用这块显卡 这块显卡很贵的 很贵很贵 所以现在非常尴尬 我要重新做自己的计划 所以这个显卡呢 我先放在这里 先不要开了 我呢 最初的计划呢 是那两天呢 在试用那个Videon 7 这个显卡 这块显卡呢 是没有办法联系我的Razer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什么 然后它的员工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那是不是换一块显卡就可以了 然后买显卡的时候 就一时冲动 买了这个最贵的显卡 买了之后 结果电脑坏了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证明 或者说证实能不能用 所以现在 只能把游戏计划延后很久 关机 放好 哎呀 这块显卡就先放着 先等待吧 好 好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近一段时间呢 其实我真的在一直琢磨着 做这个游戏频道的事情 可是呢 做游戏需要很长时间准备 再加上在硬件上投资 那个数目真的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有些游戏如果说 小蛮的痛快 小蛮的这个厂量 它那个配置要求 现在很多显卡 它除非搭桥 两个显卡放在一起 而且必须是顶级的 所以2018年发布的那个显卡 RTX 2080 Ti呢 需要两个绑在一起 才可以玩现在一些 最好游戏画质的 一种状态 其实我特别喜欢玩游戏 如果不是我这么忙的话 每天要拍视频 剪视频 我估计这个时间 起码一半拿出来 Gaming 哇 刚才我看了一下啊 这个图书馆里面 它其实有很多新的游戏 包括最新的一个任天堂 虽然是游戏太有 可惜啊 别人手太快了 都借走 现在是5点25 健身时间 车挡住了 现在是晚上的7点20分 然后刚才健身完出来之后 特别舒服 买了点吃的 这一堆有这面包 泡面 水果 还有这样的一个 我太喜欢吃的 叫什么 全里面小橘子 那个东西 叫什么 橘子罐头 对 没错 找个借坐一下 7月25号 夏天 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很多地区啊 我穿成这个样子 可能有点 不太 不太常见 虽然说比较热 要穿短袖 比如短裤什么 但是 真正 穿着短裤 在草地里走 其实很难 是因为 我特别怕蚊子 我是招蚊子的血型 大家知道吗 这边要科学方式更正一下 这个血型呢 其实跟蚊子 钉不钉里没有关系 是因为你的体热 我呢 就是那种属于身体比较发热的 一群人当中呢 要钉可能钉我 只钉我这个人 但是现在在加州呢 确切的说是在 洛杉矶附近 在我南边走呢 是圣地亚哥 在我南边走 就是墨西哥 这边的 阳光呀 温度啊 还有它气候呢 是属于这种沙漠性 有点沙漠性的气候 所以这边的蚊子呢 很少 不是说没有啊 很少 因为它那个白天特别热 晚上相对来说凉快点 在这边生活呢 你可以 呃 就是正午啊 或者下午的时候呢 可以去海边冲浪呀 玩玩那个水上运动 晚上呢 就开始冷起来了 你可以穿个外套 大街上休闲三安步 也不会觉得潮湿啊 也不会觉得说 有多冷 也不会很冷 但是半夜都不行了 所以在这边呢 夏天呢 它过的是 白天是夏天 晚上是秋天 中间过渡的时候 是春天 所以在这边的气候呢 过得特别舒服 所以我穿一大股肠 马上就晚上八点 天空呢会越来越暗 然后我今天带电池呢不是特别够啊 因为昨天晚上睡觉不要晚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从国内过来到 这一天应该是接近20天的时间 趋切的说是已经在这边 又待了19天了 在这15天当中呢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从一开始特别不想来 到后来中间开始适应 然后再后来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现在的想法就是说 能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这个心态呢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我呢今天想再花几分钟时间 跟大家聊一下 来到美国之后 这次的生活感受 结果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第一次在说 在国内跟在这边的生活感受的时候呢 当时正好是在国内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比如在成都那会儿 把手机丢在车上 然后别人就顺手牵走 然后后来这个投我手机的人 还对我这个破口大骂 后来真的是拿它没有办法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 法治当中的一种不太健全 因为很多小事情 就像我们生活中 其实遇到最多的琐事呢 就是很多问题都是道德方面产生的 就好比说很多这个刑事案件 都是因为道德沦丧之后 产生这个问题 但又有很多关于道德的问题 还没有达到犯罪呢 就很难被人管 比如说我拿你手机 OK抓住都抓住 抓不住想追究很难 因为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多 我不知道这个从教育上来说 还是从道德上来提升呢 是需要花多长时间去治理的 没有办法 正好呢我原本打算今天聊这个事的时候 又收到一封邮件 这邮件呢说的话 我真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想到这个生活呢 大家来旅游啊 或者自己来这边生活一段时间呢 就会有体会 我说再多其实是没有用的 那今天呢 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也是我在生活当中 或者说在网上也是耳闻吧 也没有说亲自经历过 就是 好比说我们在国内的一些网络暴力 比如说我在网上骂一个人 随便骂你 骂完之后呢 对方比如说投诉你说你骂他 他顶多是把你要骂的话删掉 大家记住这一点 那个话呢你出去之后呢 你骂到那个人看到 他会受到伤害的 他已经受到伤害了 但是后来你的惩罚 其实就是把你说的话给删掉 平台上扣个两个分 扣个信用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于事无补的 后来再举个例子 在Facebook上就是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一个工作人员在网上 PO了个照片 他那个聚会 跟某某聚会 但是他体态呢稍微有点胖 结果另外一个可能他同事还是说谁 在他这个帖子的留言下面就骂他 你胖得跟猪一样 什么什么 还不如去死啊 怎样 结果呢这个人特别伤心 特别难过 这个呢就把这个 骂他人给起诉告了 结果平台一个是把他那个账号封了 第二个是他属于触犯法律 直接坐牢 第三个赔偿了很多钱 其实如果说真的想追究 你一句对他人的这种伤害呢 他是直接可以真的找到你的 我觉得在网络上有一些人呢 他真的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 相反呢在国外 当然也有一些人说的话也很难听 但说到触及到非常非常严重那种话题的时候呢 很多国外的生活的人也会非常避讳这些 他们也不会说很轻易说出口 因为太恶毒的话 其实在这边真的一旦被追究起来 那就是犯罪了 所以我在国内生活这段时间 我会觉得有的时候 一些社会规则方面没有那么清晰 就是我们的大度过于放动对方了 经常呢会在生活中说 哎算了嘛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就是这样的一种 对社会这种理解呢 让社会没有太多的正方向的一种进步 他没有往前走 反而是就是一直来来回回徘徊不前 我在国内生活的时候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可以跟家人在一起 这是特别让我感受深的地方 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感 真的非常强 如果说真的有一天 我家人可以在国外跟我一起生活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很完美 但你不能说回国生活就不好 回国生活有它的好 我回国的话 好吃的好玩的 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它也是国外这边是没有的 所以它两个地方一比的话 这中国跟美国各个的优势 但是一旦说你把家安在美国了 我觉得这种优势 就好比说你正好安到这个洛杉矶了 就这边 又很好的环境很好的教育 几乎是所有的方面都会说 在你生活当中你会更加容易去适应 但是反观呢回去之后 就可能会生活中的压抑气氛会特别的强 大家可以看到我最近这几年的 其实在海外虽然说是一个人生活 但是我觉得活的还算是挺舒服的 我也不能说自己的这个承受孤独啊 承受寂寞这个能力很强 我也不是那种人 我当然有时候希望说 有一个另外一半陪着我 然后我家人过来一起陪着我 但我作为一个男人说坚持坚持 后来也挺过来了 我觉得很多男生过来这边都能够挺过来 包括很多女生 其实在国外生活的话 尤其在美国这边 就是它适应的难度非常的低 但是如果你在国外适应了 你再回到国内 你反正就会觉得 你的生存技能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强了 在国内呢 其实需要很大的这种勇气的 或者说你需要很强的生存能力 然后 这些事情发生在一起之后 给我的感觉就是 两个地方生活 我真的很难以割舍任何一方 现在唯一割舍不下 在国内有家庭的温暖 在国外有自由的好处 你在国外的话 你可以真的是 就是 哪怕心情不好的时候 到附近的公园随便逛一逛 大家看这边有很多人玩滑板 他们的生活 没有那么压抑 没有那么紧凑 但是回国之后 因为可能就是人太多嘛 也 基本上就是因为人太多 竞争很大 所以 导致你不得 不随大流 一随大流的话 这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你可能 会有一些心事 一直憋着不能说 就是这种感觉 当然我希望 今天大家看到视频之后 我也不想说 我在美国生活多么幸福 我也没有说多么幸福 只不过说 活得还是比较舒坦 这边呢 每天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其实我更期待就是 回国跟家人在一块 因为你每天可以不用做很多事情 也可以有饭吃啊 有家人陪你聊天啊 你陪家人逛一逛 那种幸福感 告诉你在国外是没有的 所以就两种结果 一种就是 我回到国内跟家人生活 幸福感满满 另外一种就是 真的有一天 家人陪我到国外生活 哪怕一段时间也好 我觉得那种幸福感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这种普通人来说 平凡的人来说呢 那种幸福是我追求的 就是 以后尽快跟家人团聚 这是我能够想象到的 对于镜头面前的人呢 大家也看我生活这么多年了 有些人说 生活在不断变化 有些人说我越来越好了 有些人说我 忘记初衷了 其实 这个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 如果说 你现在看到的我 跟四年前的我 还是一个样子 我觉得那种人没有成长 人也没有改变 而人的改变呢 是随着时间 是必然的事情 一定会改变 我记得我忘了哪一期我说过 有一天我说 未来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可能我会变坏 可能我会变好 或者说我可能会 我的想法都会改变 所以 我希望以后看我视频 不要说 因为我今天这个想法 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我忘记的过去 其实这就是一个人 最最真实的一个改变 因为你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你怎么可能知道 发生这个事情 不会改变你呢 你怎么可能知道 你之前做的事情 一定是对的 后来做的就是错的呢 你也不可能预计 你未来 有没有可能继续犯错啊 或者说 有没有可能继续 变得更好 这些所有都是未知数 但是今天给我的感觉就是 虽然说 最近一段时间 真的很累 但我觉得 没有那么压抑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明天呢 正好又安排了 跟朋友见面 我觉得每一天 能给自己安排点事 在这个地方 真的很幸福 我现在 虽然说是一个人的幸福 但我相信 我通过我一个人的努力 未来带给的是全家人的幸福 包括看我视频的人的一些幸福 因为你看到我努力 如果你也可以努力 凡事呢 分析的时候 看好的一面 我相信大家生活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因为我现在随着年纪 越来越大 有些事情我不得不放弃 就比如说 玩着滑板 我特别想去玩 但是我一旦一摔的话 这对于我来说 这是很大的风险啊 所以我要放弃一些东西 其实呢 你看 你当你说放弃的时候 其实就是不想放弃 但你不得已 就好比现在大家看视频的时候 一定会有些人过来骂我 那我放弃是什么呢 放弃的就是 在我骂那个人的眼中 那个 优秀的我 呵呵 那我就继续在他们面前 做很坏的人 但是继续在绝大多数的人面前 做一个 生活当中的一个 探路者吧 如果我未来探得越来越好 记得 大家可以 学我去做 如果我失败了 还是那句话 反方向学我 把我当成反例就可以了 今天在美国的生活 只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天 因为 电脑的问题大家知道 做了很多 室内的工作 所以我憋得实在也不行了 就跑出来室外健身 然后跟大伙聊一下天 我现在特别的放松 好了 放松完了 可以回去继续 忙了 对了 我掐时间掐特别准 现在电量还有百分之零 拜拜 很快 我最早就会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